胎儿患有兔唇、多指或脊柱裂等先天机型时,传统的二维臂超常常会对此视而不见。 而明察秋毫的三维超声成像技术则可以使医生清晰地看到胎儿面部以及四肢的发育情况。 这样,医生就可以预知胎儿的种种缺陷和潜在隐患,使患病的胎儿在出生后能够得到最为迅速而又有针对性的治疗。 这个病人的胎儿有兔唇,兔唇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诊断的病例。 大家可以看到在左上角是平面的B超显示兔唇的影像,它对兔唇的形状不能够确诊。 不能够确诊。 那么通过我们这个软件和硬件三维重建的方式,把图像输出到我们这个工作站上面。 大家可以看到在右下角有这样的一个图形。 这个图形呢,因为胎儿呢,这个时间很短,很早,很早期。 这个是那个胎儿的头部,这是鼻子,下面这个是嘴唇。 三维的形状下可以看得很清楚,就是这个嘴唇呢有一个裂口。 这样的话呢,就对医生的这个诊断呢,能够确定下来。 因为这个三维的情况下看得非常非常清楚。 那么,来应用于临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三维超生成像的原理究竟是怎样的呢? 和传统必超相比,它又有哪些不同呢? 这个三维重建的原理呢,实际上很简单。 因为呢,现在这个传统的医生操作的方式呢, 它就是通过这个传统的探头,在病人的身上呢,反复的扫描。 这样的话呢,它把平面的图像呢,在医生的脑子里面重建出来。 它呢,在重建的过程中呢,它想确定这个扫描的对象呢, 它要做反复的这样的扫描,扫描很多次。 那么,在超生意义上显现出来的平面图像呢,就会在脑子里面重建。 那么,我们现在的方法呢,就是说, 不用在医生的脑子里面重建。 我们把这个图像呢,输出到电脑里面,用电脑来重建。 这样的话,就非常非常客观。 那么,诊断的话呢,越客观越好。 因为主观。